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讲的是广义上的元朝 从成吉斯汉建国开始 到忽必烈统一全中国灭南宋这段时间的历史 这段时间特别是在忽必烈 就是原始祖忽必烈几个以前这段历史 他严格的预想来说他不算是元朝 因为他那时候还不是一个中原模式的王朝 他是一个草原帝国 那么蒙古人自己也当时也没有元朝这个称呼 他就叫大蒙古国 所以我们第一次课主要就是讲这段历史 讲从一个草原帝国转变为一个汉族模式王朝的历史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蒙古的崛起 第二个大蒙古国的统治 第三个是元朝的建立和统一 蒙古的崛起可以分成两个问题 一个是这个国家是怎么建立的 再就是他的那个对外征服战争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那个我们已经讲过的 个别还没有讲到的我们中国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 这个呢 因为主要讲到蒙古了 那个顺便就前面做个总结 也可以了解一下蒙古这个民族 它的这个起源 它在这个历史上跟哪些过去的民族是比较接近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表 这个表呢 那个上面的两行呢 都是用语言学家 根据那个语言学的那个那个理论做的分类 就是说我们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有很多了 那个当然比较影响大的都是在北方 这些少数民族呢 从西边西北 然后呢一直延伸到北边 又延伸到东北 是相当于一个湖形 就位于这个汉族的这个农业区的这个外围 这里边呢 那个比较西边的这些民族呢 包括以前的汤高的土拨 以及宋朝的党像 就是西夏 他们是在语言上 他们被认为是属于汉藏语系的藏免语族 汉藏语族的意思就是说 它和汉族是一个语系 虽然语言文字完全不一样 藏语非常难学的 但是它在语法各方面的那个那个研究表明 他们是一个语系 此外呢 整个在从西北向北方到东北这些民族呢 包括绝大多数我们讲过的北方小说民族 都属于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系呢 它分成三个语族 就是突厥语族 蒙古语族和通古斯满语族 大概就是不是很严格 大概的说 这突厥语族这些民族呢 比较活动在草原中部偏西一点 而蒙古语族的这些民族呢 比较偏动在草原中部偏东一点 通古斯满语族呢 那就是在东北 而这些民族呢 那个顺便说一下 那可以看到我用了一些颜色不太相同 那么汉藏语系的这些民族 包括阿尔泰语系的前面两个民族 这个在广义上都属于游牧民族 而东北的这支民族呢 就是我们以后要讲的满族 以前讲过的女生 他们不是游牧民族 这两个系统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我们以后还要提到 那现在我们讲的蒙古呢 是中国在最后一个 在草原上活动的游牧民族 以后就没有了 以后还是蒙古族 就没有什么新的再出现了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要把这个系统做一个总结 游牧民族的特点呢 我们有可以指出这么三个特点 一个是它的生产方式是畜牧和狩猎 它基本上没有农业 第二个是它的流动性很强 它是不定居的 当然有些民族呢 随着那个历史的演变 以后变成定居的以后的事 可是它最初在在地上出现的时候呢 这些民族都是不定居的 都是那个游牧 它的畜牧也是游牧 一般来说没有城 没有那种这种这种土石结构的房子 而是住帐篷 它流动性比较大 第三个是它的畜群结构 它养的牲畜呢 主要就是三种 马 羊和牛 这里面呢 数量最多的是羊 但是呢 最重要的 既是生活资料 也是生产资料的 是马 那么这几个特点呢 我想可以适用于从匈奴以来 一直到我们现在讲的 蒙古的这个所有的北方游牧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史记的那个匈奴列传 里面有一段对匈奴的描述 这段话就说的就是上面这三个特点 而这段话呢 也完全适用于蒙古 就是说那个虽然说蒙古和匈奴隔了那个一千多年 一千几百年 但是呢 他的那个生活习俗 那个民族特点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司马迁对兴奴的描述 就至少这一段描述 也完全适用于蒙古 那么要补充的呢 就是关于他的这个牲畜结构的话呢 有一个资料是南宋人的这个 写的一个小册子叫蒙达贝禄 这个南宋人他到过蒙古 他注意到蒙古人的那个牲畜结构是 马和羊的比例是一比六或者一比七 这个比例呢 一直到那个二十世纪初 俄罗斯人在那个蒙古国 就是说就是当时叫外蒙了 在外蒙做调查的时候 当时的那个牧民的牲畜结构 还是这个比例 就可见那个这个草原上的这个 这个生活状况 这种这种生涯方式 生活方式也是长期不变的 关于就是关于这个羊和马 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人 包括那个唐朝的那个人 谈到突厥 包括那个齐丹那个那个辽太祖 包括西夏的皇帝元浩 他们谈到自己的民族 都要强调羊马这两种生畜 比方说元浩说 武奔以羊马为国什么的 就这样的概括也在 所有的游武民族几乎都适用的 就是在那个 中国里面的游武民族都是这样的 这是他的一些主要特征 那么我们叫他游武民族 当然强调他的这个序幕也 就是这种游动序幕的生活方式 和生产方式 但是呢 我们也必须强调他另外一个 特重要的一个生产方式 一个经济类型 就是狩猎 狩猎非常重要 但是呢 我们一般说游武民族呢 就是强调的是游母 狩猎这两个字没有出现 大家可能会把它忘掉 但是狩猎非常重要 狩猎有什么作用呢 狩猎一个是他通过狩猎 可以补充很多食物 再就是通过狩猎 可以保护他的牲畜和草场 因为这个草原上 现在草原的话呢 可能大家如果有同学去过的话 恐怕野生动物呢 就偶尔能见到 不是很多见了 因为现在生态破坏 这个 但在古代的话 那个野生动物非常多 那些肉食动物呢 可能会吃这个牧民的牲畜 而那些草的动物呢 会和牧民的村库强草吃 所以呢 必须得经常搞点狩猎 就说对他说很必要 这个狩猎这样的一种一种一种经济形式 另外呢 狩猎对他这个社会的这个 对游文族的社会的发展 发育也非常重要 因为草原上狩猎不太容易 它通常需要集体行动 就是草原上非常广阔 你要骑着马去追那兔子 是很难追的 非常累 但是你要是效率比较高的方式 就是说动用很多人呢 围猎 就是布一个包围圈 最后把牲畜围在里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虽然他投入的成本比较大 但是效果也会非常好 而这种围猎的话呢 他需要比较强的这种组织纪律 训练和管理 这些东西都是他以后发展出国家 包括对外用兵作战 都是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这些方面呢 我们有一些资料 比方说南宋人周密 他是在一时活到元朝 他当时就听到了一些北方的资料 这些北方资料 应该就是说北方来这里 讲的蒙古的情况 他说北方大大为繁用数万计 各分东西而行 那这个很大的包围圈 就是说要动用几万人 然后呢 经过一个多月来制止一个包围圈 这个是 想想看 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那个需要比较复杂的这个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 另外呢 明朝的一个人 他写的北鲁风俗 明朝的叫萧大亨 他也提到当时蒙古的情况 他就记载了这个蒙古人的那个 打完灭 这个打猎的时候 当然是这个是布置起来很复杂 打完灭 这个分配也很麻烦 打了那么多牲畜 算谁的 那他讲到这个牲畜 牲畜的特点 就是说他最后会打到很多的牲畜 叫鸡兽若丘 那么多的牲畜 打在那 然后呢 他说这个分配的时候 要有守虫之别 谁第一剑射中这个牲畜 那么这个牲畜的皮毛提脚就归他 那这个剑当然可能会刻着他的记号和名字 反正就是说 谁是射第一剑的 就是谁给他一剑之命的 这个人会得到一些这些牲畜的皮毛提脚 但是肉呢 是平分的 皮毛提脚 以班首射 经期能也 肉则瓜分 同其利也 他同时照顾到了这个平均的分配的这样的一种 让每人都有份 又能够保持对这些那个立功的人予以降少 像这样的一些管理的这样的一些一些模式 这个对他以后如果有了国家的话 这个是都是很好的经验 还有这个纪律 我们以前那个北魏的那个耳朱蓉 大家可能都记得 这个上学期 严老师应该讲过 耳朱蓉呢 当时他在他的部落在山西 那么那里面呢 他有一个资料就说 就是耳朱蓉人比较残暴 经常打猎 打猎的时候呢 猎为而尽 必须其一 虽欲足险 不得回避 就是说 打猎的时候是有危险的 那个生命 那个动物 那有些动物是很凶猛的 它向你冲过来 你不能那个一下给让开 你要让开的话 这前面的工作全白做了 你必须得顶住 虽欲足险不得回避 所以如果那个虎豹 从谁这边跑了 要把这人给处死 因为什么 因为要前面的工作全白做了 这就是纪律 这些方面呢 都对游牧民族以后的这个 这个这个政治军事管理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特别要前倒下这个狩猎 那么在那个12世纪的后半叶 现在我们要讲到蒙古了 蒙古它是那个建国是在13世纪初 但它的崛起是在12世纪后半叶 在12世纪后半叶呢 当时的草原上呢 比较乱的 它并没有一个统一政权 而是有好多大的部落集团 互相 他们呢 一方面对中原进行骚扰 现在他们自己内部也互相打 就很乱的 甚至于这些部落内部呢 也有好多氏族在互相打 当时的情况呢 就是说蒙古是这样的 它的那个活动区域 是在草原的那个北部偏东一点 那么它实际上草原上的强大的部落很多 部落集团很多 蒙古呢 不算最强的 蒙古只是一个算中上 反正都是那个不是说那个最最大最强的一个集团 但是呢 最后是它成功了 不但就是说它那个那个就是说自己发展壮大 而且把草原的这些部落全部都给通定了 同一个草原 那咱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 一开始他们这个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当时呢 中原是金朝 金朝呢 因为起自东北 金朝 东北方那个发源以后呢 和那个叶了辽 然后呢 就一路深入就打到中原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金朝对于这个墨北草原 对于这个蒙古草原的这些少数民族呢 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 征服或者是进行那个统治的那样的努力 所以金朝 我们看它的地图 它能够从东北延伸到中原 但是北边它是控制不了的 所以后来一直是这个北方草原 一直是对它的一个很大的威胁 虽然这些部落集团并不同意 但是就它单独来给你骚扰 你也受不了 所以金朝呢也曾经几次发动那个北伐 但是呢 也是占不讨不着什么便宜 就好像那个历朝的那个农业民族 和北方农民族打仗 总是吃力不讨好 费很大劲 之后战果很小 到后来呢 由金朝的统治衰落 而这个时候呢 那个草原上的蒙古又强大统一 完成了统一 那样的话呢 金朝就后来就 就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了 就被蒙古后来所灭掉 这是当时的这个 反正就是大家知道有很多的集团 蒙古只经营了一个集团 而且不是最强的 关于这段历史呢 那个有一个重要的书 就是叫做蒙古秘史 或者叫元朝秘史 因为关于这个蒙古早期的这段历史呢 因为当时蒙古和汉族社会没什么接触 所以这个汉族的那个人是也不了解蒙古的情况 他也没有办法加以记载 也就是说这方面的材料很少 当然了 好在蒙古人自己写了一部书 就是这个 我们今天称之为元朝迷史或者蒙古迷史 这部书呢 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那个草原 这个民族的那个 蒙古民族的这个 生活状况 社会组织等等方面的最重要的资料 这部书呢 我要讲一下 因为这部书是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一部怪书 这样的书只有这一部 就别的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大家可以看 他不是那个汉 他严格的说他不是汉文的 他是那个 本来他是用蒙古文写的一部史书 但是呢 当时明朝人呢 给他做了翻译 翻译的时候呢 是这样处理的 他首先把每个单词都用汉字音译出来 然后呢 又把每个单词呢 一个一个单词在旁边 又把他的意思加以注明 第一部分呢 叫这个音译 就是这个 用汉字把那个蒙古语拼出来 第二部分叫旁译 旁译就是 对每个词旁边注明他的那个单词的意思 最后呢 他会有一段总括的翻译 叫总译 最后把这段的 把这段文字的大概意思呢 再交代一下 就是这部书是很奇怪的一部书 它的基本的 最基本的内容是用汉字拼写的蒙古译 但是它有旁译和总译 所以这个书大概的内容我们还是能看的 一般的人还是可以看 有这么四 三个部分组成 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书呢 到今天为止 也有很多新的翻译本和注释本 我们比方说第一段 大家这个可能在科件上都看到了 就像是什么第一段就是音译 音译的话可以看到 完全是用汉字拼写的蒙古语 而且这个蒙古语呢 和现在的蒙古语呢 有些地方还不太一样 属于古代蒙古语 那是很难懂的 要没学过的话是彻底不知所云 那么这个看不懂 这个不要紧 但是呢 它因为每个字都有 都有单独的那个注释 所以呢 把那些注释拼起来呢 就会成这样的第二段话 第二段话就是可以看出来 意思大概有点懂了 但是看上去还是古里古怪的 不大通这句子 为什么 因为它是蒙古语的语法 语法结构并没有调整 它就把单词变过来了 最后的话呢 看它的总译就很通顺了 总译而且是用白话翻译的 就是说那个 这段话呢 讲的是元朝的那个 蒙古人的那个祖先的传说 蒙古人有个传说 叫他们是苍狼白鹿的后代 他们的祖先是一个苍狼 和一个白鹿 生出来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后来成为蒙古的布祖先 那像这样一个故事呢 我们一般认为 它是反映了一种图腾崇拜 就是最早的那个崇拜 狼和崇拜鹿的部落的 那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来的民族 但是呢 那个在古代呢 它会用这样的一个神话的方式来表达 像这一段就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部书是个什么样的 这部书是很奇怪的一部书 那个它里面 但是因为这书里面包括了很多 那个汉字拼写蒙古语的资料 所以说这部书是研究古代蒙古语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资料 比方说我们现在研究古汉语我们资料倒是不少 但是如果那个那个蒙古主要研究他们古代的蒙古语 幸亏有这个书 要不然的话是很难研究的 因为这个书是反映了那个十三世纪之后 当时的蒙古的语言 有可能东西和现在不完全一样 那么这个书呢 从历史的方面来说 它也是我们研究 那个时候在蒙古崛起前后 这个草原的这个社会情况的最重要的资料 因为这个书是 它的价值在哪呢 就是它是犹古民族自己写自己 这个可是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过 以前的话都是那个汉族人提倡的写 像司马迁的《匈国列传》 虽然写的很好 但那是汉族人提写的 总还是隔一点 那么别的民族呢 也没有留下来 只有一些像突厥有一些碑 没有什么很 那个就是比较大的书留下来 但是蒙古族 有自己留下来一部书 这部书价值非常高 是犹古民族自己写自己的历史 那么根据蒙古秘史这样的一些书 加上别的资料 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时草原社会非常复杂 就是说它是那个 刚才就说草原上有很多的部落集团 别的部落集团我们就不说 我们就光看蒙古 蒙古内部就很复杂 就有很多小的就是部落分支 或者是士族 这个非常的细 你像蒙古的话呢 根据那些史料记载说 蒙古大概分成两大块 一块叫尼伦伦蒙古 一块叫提勒列金蒙古 这两部分蒙古人呢 是可以互相通婚的 而这两部分蒙古人内部 他们是不能通婚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民 这样的一个部落集团 它分成两半 是可以彼此通婚 这两半内部 原则上不能通婚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呢 这两半呢 特别是第二半呢 第二半后来呢 只有一个红金拉布呢 相对独立的 有独立的活动范围 另外几部呢 也都和这些蒙古人 混在一起生活了 所以这个蒙古的绝大部分 都是用红 我都用红颜色标注 因为他们的 只有一部分相对独立 大部分人都还在一个集团里面活动 这里面呢 当然它的核心的部落呢 是这个尼伦蒙古的 这个博尔之金部 这个部呢 大概是就是产生这个部落集团的 酋长的那个主要的来源 就他们是这个部落集团里面的核心部落 核心部落呢 它又有好多变化 又有一些分支 那么到了十二世纪后半叶呢 是由两个部落 是成为核心部落 就是一个叫起研部 一个叫太迟屋部 这俩部呢 就是反正在那个时代 这个整个蒙古这个集团的那个 那个酋长 就是从这两个部里面产生 一个是起研部 一个太迟屋部 那么成吉斯汉 他是建立元朝的这个 这个元朝的那个最早建立者 他就出自起研部的 叫做起研布尔之金市家族 这起研部里面有好几个家族 有卓尔契市 还有布尔之金市 他是处置这个布尔之金市家族 大概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蒙古的那个情况很复杂 部落那个系统很 一下子还不容易解释清楚 但是呢 成吉斯汉 他是出自那个蒙古 这个集团当中的核心部落的一个 重要一个主要家族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你现在让它全部解释清楚 就足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